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精彩的生命才能唱出泉勇的歌 生命有爱才不会留白 同唱一首歌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 欢迎收听环球传播每周一播出的同唱一首歌节目 我是节目主持人星光 今天我们要介绍一首来自赞美之泉的诗歌 全新的你 提起这首诗歌 一个名叫凤华的姊妹 总是深有感触 回想当年的经历 虽事隔多年 却仍然历历在目 今天就借着这首诗歌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凤华的故事 你说阴天 代表你的心情 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 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 对于未来没有一点清晰 上世纪八十年代 当凤华和弟弟第一次接触海洛因的时候 觉得和抽烟没什么分别 凤华说 那时候贪钱又任性 对毒品的危害也没什么概念 普通人消费不起的毒品 助长了我的虚荣心 觉得自己是一个有本事有面子的人 那个年代的广州 涌现出中国第一批做个体户 起家的万元户 从香港、泰国、金三角地区 做生意回来的人 很快将吸毒的恶习 带进了这个群体当中 那时凤华才20岁 初中没毕业就进酒店工作 认识了不少做生意的人 整日陪他们吃喝玩乐 没怎么努力 钱就到手了 早上十二点起床 然后去喝下午茶 晚饭后 直接一伙人聚集在一起 吸食毒品 凤华回忆道 1995年之后 我不断被抓 广州的戒毒所基本都到过 妈妈也陪着到处去探监 为了赚钱 也偷东西去卖 很多便利店都挂着我的画像 我一进去 店员就会跟在后面 家里的钱和经营首饰 也偷去典当 有一次犯毒瘾 我向妈妈要钱 她气得一头撞到墙上 结果我丧心病恐地说 那你就去死吧 死之前先把钱给我 只要能满足毒瘾 这个家 世界的所有事都与我无关 也不再想结婚 满足毒瘾就好 所以你看 人一吸毒 就好像没有人性了 尤其是女人 为了一口毒品 可以做出很没尊严的事 谈起过去的种种 凤华没有丝毫隐藏 每次看到妈妈来探监 越来越憔悴的样子 她也会内疚 发誓以后不会再犯了 但一走出戒毒所 第一时间就是去吸毒 家人也曾花重金 带她去医疗机构戒毒 试过用铁丝绑起手脚 可是都没有成功 而且戒毒越多 越有经验 什么时候出现症状 自己都能预估 并做出应对 到最后 人已经完全麻木了 从二十岁到四十岁 黄凤华最美好的年华 就这样被毒品妥协着消逝了 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 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 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 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 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 曾经观看满天的信心 期待有人能够了解理性 能够爱你是你力量更新 耶稣能够找一切都更新 耶稣能够找一切都更新 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 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成绩 耶稣爱你 耶稣疼你 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 2009年春天大概是第八次 凤华又被抓到戒毒所 最开始十几天的脱颖期 依然很痛苦 躺在硬板床上 望着天花板 一分一秒都在煎熬着 这时 同屋的一位女士唱起歌来 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 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 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曾经 耶稣爱你 耶稣疼你 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 听着听着 凤华觉得自己身上的痛苦 好像减轻了许多 她忽然好像往歌中所唱的生活 一次又一次的戒毒 她再也不想过这种日子了 后来 凤华还听这位女士 唱了好多别的歌 也听了好多圣经故事 才知道对方是基督徒 曾经也是一个吸毒者 当时已经戒毒了 被抓是因为吃了安眠药 尿茧不过关 暂时被拘留 凤华接受了主耶稣 她以为这次出来 肯定就会戒毒 可是却没有这么简单 凤华笑说 我抓住了主耶稣 就像人在最痛苦的时候 抓住救命稻草一样 可是我的生命还是老样子 我进戒毒村戒了七天 又偷偷跑出去买毒品 很快又被抓 再次回到拘留所 我猛然痛悔 跪下求主帮助 入村戒毒学习 这一住就是十年 在戒毒村 有很多吸毒者 同时也是基督徒 比如老陈 今年七十岁的老陈 四十年前 自己也有过吸毒的经历 信主后 他看到很多人 还在身受毒品的伤害 心中实在怜悯 于是就成立了慈善机构 求此帮助吸毒者 接受福音 帮助他们戒毒 凤华近村一年半 生命成长也很快 不仅成为基督徒 而且开始做村里的义工 服侍新进来的吸毒者 这让老陈和同工们都特别欣慰 也十分信任他 但就在这个时候 他得知自己患了乳腺癌 在医院手术化疗期间 他发现化疗的痛苦 像毒瘾一样 都是无法言语的 虽然他仍然坚持毒精 但医院里很自由 家人也给他足够的钱 放在身边 他心里开始挣扎 足足纠结了一个星期 要不要去买毒品 随着化疗越来越辛苦 吸毒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 终于 我还是吸了一个月 人像行尸走肉一般 当时同工问我 是不是复吸了 一方面是觉得丢脸 另一方面 害怕老陈难过失望 我一直都不敢承认 但脸色越来越差 谁都能看出来 后来我主动跟老陈坦白 他震惊了好久 然后轻声问我 阿华 那你现在想怎么样 那个含烈的眼神 我到现在还记得 一下子就让我想起了 彼得三次不认主 主耶稣回头看他的样子 那种包容和饶恕 让我的心很痛很痛 我就说 癌症晚期的吸毒女 耶稣还要不要 我想重新开始 环球传播 传播主爱 点亮生命 环球传播 回忆当年的场景 凤华仍有些激动 老陈年纪大了 疾病产生 但对我还是出钱出力 什么都不计较 如果不是上帝的爱 借着他的仆人 我不会有今天 说完这话 凤华痛哭起来 化疗结束后 凤华回村 戒毒一个月 后来 他还特别去找 当时在化疗期间 卖给他毒品的人道歉 他说 本来自己信了耶稣 是要祝福别人的生命 结果反而让他 看到我不好的见证 不仅辱没了上帝的名 也令别人跌倒 所以对不起他们 之后 每一次去找贩毒的人 我都会先祷告 倒空自己 一进去 就表明自己的意思 希望他们 不要再碰毒品 现在 许多吸毒的朋友 都会认真听我传福音 知道我是真心 为他们好 上帝也借着他的软弱 开启了团契的施工 2012年 凤华和另一位同工 开始做外展 探访独有传福音 他家的祖屋 也做了团契聚会的地方 回望过去 凤华发现自己 信主后常常流泪 为着上帝拣选自己 而感恩 又为身边属灵 长辈的爱 而感动 癌症过后 上帝继续使用 他的服饰至今 凤华的经历 告诉他 癌症晚期的欺毒女 耶稣也要 并且正如看浪子 回头那般 看为至宝 亲爱的听众朋友 凤华的生命故事 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今天的凤华 依然在服侍那些 饱受毒瘾摧残的人 众所周知 毒品给国家 社会和家庭 带来严重的危害 戒毒之后 也会出现复兮等问题 今天 凤华的经历 大家靠着自己的方法 走不长 靠着人的能力不行 我们可以选择 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 是抵制毒品 戒除毒瘾 最有效的方法 不靠药物 不靠自己 是靠基督的灵 和圣经的真理 最后 邀请你聆听这首诗歌 全新的你 感受上帝大爱 你说阴天 代表你的心情 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 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 对于未来没有一点清晰 亲爱朋友 你是否曾经 曾经观看满天的信息 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 能够爱你 使你力量更新 耶稿能够 耶稿能够 耶稿爱你 耶稿爱你 耶稿疼你 耶稿能够 一个全新的你 你说阴天 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 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 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 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 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息 亲爱朋友 亲爱朋友 你是否曾经 曾经观看满天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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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稿能够 耶稿能够 全新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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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稿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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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一切都看起 耶稿能够 看满天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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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稿能够 全新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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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全新的你 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朋友